他们用平凡生命,探寻人生另一种可能 他们用执着坚守,书写最美的人生篇章 我作为警察的妻子,对家庭应该是更多的付出 好久见了,好久见了,好久见了 所以往上别一点 我们正在找郭婷,拉近梦的距离 你们先在这儿等我吧 好,走 逃遍湖南,我要找到这个老师 行动,远你最美的东西 现在呢,我们正在前往和娃娃过爱中心 前方呢,是余章线 等我一下 那就是他了 但是我也觉得好 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父母了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 有对对的时间陪陪家人 你的缘梦去度了 六线十二,二零一六春节特别节目 暖春行动 远你一个梦想 她曾经是一名大病患儿 如今成为留守儿童 妈妈是很温柔的 相隔千里 依然放不下一份牵挂 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她是孩子们的保护神 心系千万家庭 那几天的票都没有,急死了 为梦出发 原梦使者琪琪 又会遇到哪些挑战 暖春行动 远你一个梦想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 这里是热血十二春节特别节目 暖春行动 远你一个梦想 我是主持人琪琪 在今天的行动中呢 我们将联合中华慈善总会和家族宝集团 一起为最美的人圆最美的梦 本次活动的原梦基金由家族宝集团提供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 还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 参与节目互动 抽取家族宝集团提供的现金红包和精美礼品 我现在在北京 今天我将带着最美人物的梦想出发 我要寻找的最美人物是 最美天使妈妈丘莉莉 她的梦想又是什么 我又该如何帮她圆梦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 我们到了 这就是天使妈妈丘莉莉办公的地点了 你好 丘莉莉在吗 我跟她那个约好了 好 谢谢 这就是邱莉莉是吧 莉莉姐 你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琪琪 我是你的这个原梦使者 我非常荣幸 我首先得感谢你为社会做了那么多 所以我非常荣幸 我希望今天真的能多少帮你做一点什么 眼前的这个孩子叫锦盛 两年前被查出患有地中海贫血症 小锦盛的妈妈得知结果后 连夜带着当时只有两岁的小锦盛 从广东老家来到北京为孩子治疗 初来乱到的母子二人 下车后面对陌生的环境 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 母子二人在火车站度过了漫长的第一个夜晚 在好心人帮助下 小锦盛的妈妈通过网络找到了天使妈妈 邱莉莉 一个志愿者 然后呢 他就帮她发了一条微博 然后呢 微博的时候爱她 从此邱莉莉便与小锦盛开启了一段特殊的缘分 2013年3月底 邱莉莉和小锦盛母子来到了广州市南方医院检查治疗 通过及时有效的治疗 小锦盛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在之后两年里一直也很稳定 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她会获得大家更多的肯定的这种目光 和勇敢的这种面对 3 2 1 起步 2005年 邱莉莉发起并成立了天使妈妈志愿团队 专门救助大病化儿 在邱莉莉看来 没有什么事情比救治这些孩子们更加重要 她的内心总有一份对孩子们的责任 想要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明天呢 咱们可能就冰山两路了 那么一路呢 就往香盘 崇山 截至目前 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开展了心肝宝贝 限量天使 烙印天使等十多项爱心救助项目 募捐上款突破1亿元 这是我们又一个女生 因为从今天开始 我们为第一次成功 为前来自小黄大域的那么多的孩子 几万年次大会 2012年 天使妈妈荣获第七届中华慈善奖 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朋友 我们每一个人加入 就不会让这些孩子遗憾地离开我们 就不会让他们残疾 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 那您起行的这个梦想是什么呢 我们呀 之前就住过很多的大病的孩子 后来这些孩子以后 我们本来认为他们治好了病 回到家 从大病儿童变成留守儿童 孩子们的身体疾病 虽然得到了治愈 但是父母为了偿还债务 四处奔波 家庭关爱的缺位 给孩子们心理带来的影响 更让邱莉莉感到忧心 邱莉莉始终觉得 自己有义务 进一步去帮助这些孩子们 而最近的一次回访中 小樊莉的遭遇 引起了邱莉莉的重视 他看好了父母才两周 父母就离开家去打工了 是不是为了还债 对 因为小鸡生病为了欠了很多钱 虽然我们有过资助给他们 但是还是欠了很多钱 然后父母在外面打工 一年都不回来 而且是春节都没有回家 然后现在又到了春节 又到年关了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父母回家 能和孩子一起团圆 一起团聚 这就是我现在的最大的梦想 我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这是帮您一元梦 我本以为这个梦想是您本人的事情 没想到因为这个梦想还是帮助别人 其实邱莉莉的梦想很简单 对于她来说 需要的就是两张能够让小樊林父母回家的车票 年关将近 留给两人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协商后决定兵分两路 邱莉莉前往福建 想办法送孩子的父母回家 而圆梦使者琪琪 则直接前往湖南小樊林的家中 我听说这个孩子六年 都没有父母给他过过生日 没有给他开过家长会 春节都没有回去过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非常缺少 这种陪伴的孩子 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时间 能去多陪伴一些他 给他更多的关系 让他感觉到更多的爱 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呢 我就第一时间赶到湖南 每天一大早 七岁的小樊林便早早地起了床 为自己和年迈的爷爷奶奶 准备好洗脸水 由于父母常年不在身边 孩子早已是超出了年龄的成熟 你是我最喜欢奶奶和妈妈 上一次见到妈妈的时候是三月份 此时千里之外的父母 同样也开始了一天的奔波 我在福建的一家医院工作 从事着护理的工作 他就在那个医院做一些 护勤 内务 内务就是采购 就是这些 为了给食堂采购最新鲜的食材 樊林的父亲往往顾不上吃一口早饭 便骑着电动车出门了 洋葱啊 洋葱是吧 多少 十八 十八块 孩子之前 从出生六个月起 就确诊那个重型β 集中海贫血 这种疾病呢 就是说需要定期的治疗 从六个月起 便要开始二十天 定期的每个二十天 不能间断的去输血 然后还要排泄 要不然的话 他就活不过五岁 就在一家人 正沉浸在这个小公主降生的喜悦中时 突如其来的灾难 让小樊林一家 仿佛是遭遇了晴天霹雳 好些人就跟我说 要不你们得住天使妈妈基金吧 他们那里可以救助这种 0到14岁的孩子 练习了天使妈妈基金 找到了丘奥斯 就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一个 一个救助 2014年10月 在邱莉莉的帮助下 小樊林在南方医院 顺利进行了干细胞移植手术 经过38天的系统治疗 孩子竟齐齐般的康复了 父母眼中的小公主 终于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和笑容 小樊林的身体一天天地在康复 但父母陪在身边的时间 却越来越少 懂事的樊林 学会了给自己讲故事听 也慢慢地学会了忍受孤独 别的小朋友爸爸妈妈陪的时候 还有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我好久都没见到他们了 在同事的眼中 小樊林的父母工作中 总是最努力 加班到最晚的人 可他们并不知道 这份工作 对于小樊林一家来说 有多重要 你的家这里 有多重要 今天我的孩子 有多重要 有多重要 土inek 许об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多辛苦一点 他们就能够早一天回到孩子的身边 我每次都是在想 别人家的孩子有父母的陪伴 我们的孩子没有 就是缺少 在这方面就是很缺乏 没有父母亲爸妈陪在身边 心里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想着说回去陪伴他 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 但是我每次心里都在想 再做几年 我在外面再苦苦熬几年 很快就可以回到孩子身边的 就是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度过的 不能陪伴在小凡林身边 一直是夫妻俩的一个心结 而每到过节的时候 对于孩子的思念就更加强烈 上一次见到孩子 已经是快一年前的事了 孩子的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像其他的孩子那样 那个有爸爸妈妈陪着他 希望我们再来回家 然后每个女孩心里都有一个梦想 那种公主的梦想 希望那个父母在身边陪着他 呵护他 就像那个公主一样 一路奔波 我们终于要到小凡林的家了 实际上这路上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很着急 希望能早一点见到小凡林 给这个父母不经常在身边的孩子更多的关心 我呢 也特地选了一个礼物 希望在我们不在的时候给他更多的陪伴 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 好 到了 前面就是沈凡林的家了 来 我们一起进去 你好 这是沈凡林的家吗 对对 你好 你是奶奶是吧 奶奶奶 你是爷爷 你好 你好 我看看 小凡林 哎呦 好乖哦 哦 阿姨你天都在想 你是怎么样的 来 阿姨给你买了个小礼物 谢谢阿姨 你喜欢 我好漂亮 凡林 我觉得他好像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实际上我想象这个孩子缺少父母陪伴在身边 他应该是比较羞涩 比较内向 比较怕见生人的 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什么故事啊 是阿姨跟爸爸的关系 父母常年不在身边 基于他陪伴和这种引导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他是缺少父母关爱和陪伴的孩子一定会这样的 那是不是有的时候想起爸爸妈妈都好像想不出他们长什么样子了 会不会 不会 那爸爸长什么样子你就记得清清楚楚的 妈妈是很温柔的 嗯 爸爸呢 爸爸有时候 我 我有时候哭爸爸会等我笑呢 他刚见到我的时候真的是比较怕生的 比较害羞的 而且问他什么东西 他可能就是用点头摇头或者最简单的回答来呼应你 他们是为了让你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他们也不哭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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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啊 哎呦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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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再哭阿姨没法问你呢 哎 给你拿张纸哦 哭不哭 这种爸妈非常爱你 跟那些孩子的爸妈是一样的 对你的爱是一样的 他们是为了让你过更好的生活 他们出去就挣钱去了 去给你过更好的生活 小凡林的泪水一滴滴的砸到了琪琪的心中 一颗缺乏父母呵护的脆弱心灵 让人十分心疼 琪琪决定在父母回来前 替他们给予小凡林多一些陪伴 你是要自己做还是阿姨抱着你做 哎 拜拜 刚刚琳琪说要当大老板 然后要给奶奶挣钱买衣服 她想当医生 为什么想当医生啊 依然给你治很多病啊 是吧 比如说就把你的病治好了是不是 你这样都好了是不是 嗯 好幸福对不对 我不是个幸运的小孩子对不对 我觉得既然我来了 我就想给她一个有效的陪伴 而不是简单的 就是这两三天时间的陪伴 我希望通过我对她的关系 能让她的性格更阳光 更开朗一些 这一夜 小凡林仿佛在琪琪身上 找到了那种久违的安全感 睡得很香 很甜 就在小凡林熟睡的同时 秋莉莉已经连夜赶到了千里外的云霄县 询队 最后一夜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这个情形 好久不见了 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没有很多 来看看你们 走走走 回家这就是医院的身权了 走走走走走 去年春节没回家 没有回家 就是为了省一点钱 然后就今年 就是今年初 带着孩子去复查了一下 对对对 我想着要复查 然后过年的车费 春节车费还特别的贵 又还不好买 然后我就想着说 然后回家 那个没那么急 那个车票很便宜一些 然后就 正好就带着他去广州 提前 你们俩就是 自己在这过来 自己到市场去做饭 后来我看到父母 非常愿意回家团聚的时候 我就马上去火车站去买票 为了两张回家的车票 秋莉莉想尽了一切办法 可无论是售票窗口 还是网上订票 都是一票难求 为最美的人圆最美的梦 暖春行动 圆你一个梦想正在播出 通过微信摇一摇功能参与互动 将有机会获得 由梁茶领导者金冠加多宝 提供的招财进宝春节大奖 一票难求 回乡之路将如何继续 不过这好像太大太成熟了 梦想交织 一家三口能否顺利团聚 秋莉莉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 而此时 圆梦使者琪琪打来了电话 我在这等了半天了 刚才也在窗口排了半天 对哪天都没有 在圆梦使者琪琪的帮助下 秋莉莉与爱心企业 加多宝集团取得了联系 而小梵琳的故事 也让加多宝的高层很受触动 他们希望能够详细了解一下 孩子的情况 为小梵琳一家多尽一份力 你好 堂总 我是天使妈妈 承诞青春会的管理 你好 你好 前面是我同事跟我讲过 好 请教训 旁总是这样子的 就是天使妈妈呢 现在是在帮助一个游手儿童 就是春节期间呢 她的父母回乡探亲的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是了解到的 就是加多宝每年都有一个春节回家 这样一个公立活动 所以呢 我过来是想跟您沟通一下 看咱们加多宝能能帮助一个孩子 实现他这个就是与春节期间 与父母团聚的这样一个梦想 正好 因为我们呢是今年呢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春节回家的一个公益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其实到今年我们也是开展了好几个年 后了 据庞书记介绍 为了解决春节回家难的问题 从2012年起 加多宝已经连续四年发起了春节回家大型公益活动 通过爱心汽车 爱心大巴 爱心火车票等方式 帮助在外游子返乡 而今年他们将着重帮助留守儿童的父母 让他们能够与孩子早日团聚 这次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可以解决你这个 提到了这么一个事情 我就能够解决 这画的什么呀 给阿姨说一下 我画的公园 公园 在公园玩是吗 这个是谁呀 这是我 这是你 你在公园玩 对 那这个是谁呀 你 是我呀 对 那我怎么还戴个皇冠呢 我这样呀 哎呀 谢谢 以后零零长大了 就会成为真正的公主 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 孤独的小凡林 一直梦想着 自己能像其他孩子一样 成为被父母宠爱的小公主 圆梦使者齐齐得之后 决定要帮助小凡林 先实现她的公主梦 我觉得她的梦想 说好实践也容易 但是 具体到这么短短的几天 我想了无数个构想 我也在当地找了无数个地方 你好 哎 你们 您是经理吗 啊 你好 这样 我是中央电视台 社会语法频道 主分析集 你们是 嗯 好 哎 你看这个小公主群 好不好 你们这个应该是儿童的 这个应该是儿童的 不过这好像有点太大 太成熟了 你们是有缘人见 两家去吧 所有 哎 你好 你们这个场地 我都看了一下 你这是没有什么体验 你都看了什么背景 你很想着吗 我叫什么照 儿童照 我就是 我就是给那个孩子要拍照 我想看看 讲的是场地服装什么的 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 一开始想的是儿童的这种摄影棚 但是看了之后 就觉得景太小了 它只适合这种平面的拍摄 但是真正实现我的这个愿望 那场地是不够的 而且气氛也是不够的 我很幸运 嗯 找了很多家 然后其中的一个儿童摄影店的店员 随意说了一句 说有一个爱肯理想城 你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 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合适 听说这个理想城不错 来一起我们合够运气 那个我是那个事物 一把听到主持人琪琪 哎 你好 你好 我们是这样啊 今天想象您是做一个暖春行动 我看了之后 我忽然发现它有一个替台 我觉得替台跟我的这个构想很接近 它那里面有很多的公主群啊 呃 公主的这种服饰啊 头罐啊 哎 我觉得替台那真的是掌声 灯光 大家的目光都聚焦的地方 它可以穿上公主圈 哦 那一刻立刻觉得找对了 就是它 就在圆梦使者琪琪 为了小凡林的公主梦四处奔走时 孩子的父母也终于踏上了归乡的旅途 当我拿到票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呢 就觉得哎呀 呃 凡林终于能够见到父母了 我今年可能能够再看她这一年的变化了 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 然后让父母收拾行李 然后我就陪她一起回家 早点到五号站台上 大会儿 我都觉得没问题 请问问题 这个叫做大机航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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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公主的梦想 正好时间是赶到一起了 然后我立马带着父母就到了那个活动现场 因为在那个时刻 如果要是说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梦想能够共同实现呢 我觉得对这个家庭肯定会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此时的小凡林陶醉在自己的公主梦中 她并不知道在圆梦使者琪琪和邱莉莉的安排下 一个更大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没有 然后在最后的时刻呢 我们会作为观众过去看孩子们做这个表演 然后就能见到小凡林了 那里面的梦想和父母的梦想要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事实上我一直也在留意着他的父母 当孩子出现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孩子在台上没有看到他们 但我看他的父母 眼泪一下就出来 真的是一下就出来 可能还没看到孩子 他们内心对孩子的想念也好 困疚也好 他们当时眼泪就出来了 我注意到旁边还有很多人 其实他们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我们的故事 不太知道他们的情况 但是都是家长 都是父母 那一刻旁边很多人也跟着流泪 我觉得很多时候 有物质的基础 才能谈精神的世界 但是我们可以多想办法 尽可能地把这种物质的基础 放在离家不太远的地方 就可以实现了 在家里面多找一些机会 在家乡多找一些打工的可能 因为孩子的成长 就这么一次 错过了 再也不自由了 我看到孩子的一种感觉 包括他父母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落泪了 真的是挺心酸的 整个一丈的家庭 在我们救助过的这个家庭中 也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让他们能够免疫死亡 或残疾恶欲的同时 也能够全家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能让更多像这样的一些 这种贫困的这种留守的家庭 留守的儿童 能够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 没有确实掉父母的这段亲情 能够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有父母的见证 或者是父母的关爱 爸爸妈妈 你们一直会陪着我吗 当然了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们会一定幸福快乐的 天使妈妈秋莉莉的梦想实现了 我想这并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梦想 都是千千万万个中国留守儿童家庭的梦想 我衷心的希望他们的梦想也能早日实现 感受温等的情怀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云南趋近 圆梦之旅 最美消防老兵董永山会有什么梦想 如果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 他是一名普通的消防战士 用职责守护一方平安 没有想到如此平凡的一个梦想 却也遇到了波折 又是什么 让所有人为消防战士山然位下 暖春行动圆你一个梦想 明日播出 我们的圆梦成功了